买新房找中介还是自己去瘦楼不好 这是很多粉丝都问过我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就站在最客观的角度 帮朋友们分析一下 视频很长 看完你会收获颇多 很多朋友对中介感官不是特别好 觉得唯利是图 不择手当等等 当然中介被人诟病也是有原因的 以前啊房地产行业监管比较乱 从业人员深思不齐 有些中介比较能忽悠人 本来一个位置很垃圾的楼盘 为了成交硬是给你吹出花来 其次啊还有一些数字比较低的中介 在客户没买的情况下 直接扔下客户让客户自己回去 说的难听一点就叫广杀不广买 还有一些中介甚至还会欺骗客户 编一个低价的谎言出来 然后带客户去看一个完全不相当的楼盘 浪费大家的时间 不过呢房市都有两面性 一个行业没有被取缔掉 说明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的 首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专业的中介对市场非常了解的 可以根据买房朋友们的需求情况 帮你分析规划买哪里怎么买等等 没有了解过市场的朋友 自己去看非常浪费时间不说 而且还不一定买对 二专业的中介对楼盘底价是非常了解的 哪个楼盘最多能打几个折扣 底价是多少 不说完全清楚吧 但心里还是有数的 买房的朋友只要真的有意向 中介就可以帮忙争取到最优惠的价格 但是如果说不了解的朋友 自己直接去售楼部 真的有可能被人卖了 还以为捡得大便宜 毕竟销售行业的水真的是太深了 三很多朋友买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流水不够 没有买房资质等等 中介可以从最专业的角度帮你解决 如果说没有怎么买过房的朋友 碰到这些问题 就感觉无从下手了 是 专业的中介还可以帮你避开很多楼旁的坑 比如说让尾楼无法往迁等等 很简单的道理啊 因为你往迁不了的话 他也是拿不到佣金的 所以总体来说 买新房找中介绝对是更划算的 但是有几点就要注意了 首先要找一个靠谱专业的 其实买房千万不要冲动 冲动之下交了定金啊 十有八九是要后悔的 但是那时候就没啥用了 好了 朋友们 买房还碰到啥问题的 评论区留言私信我